其实有一个特别的人 一定要提出来 前锋特工 你曾经当过一个选秀的评委 是不是 怎么了 淘汰了半个娱乐圈的人 像什么TFBOYS 吴志一啊 都被前锋特工 有眼无珠给淘汰了 真的假的 请看视频 我是被你囚禁 你的腰 得到的爱越来越少 是什么让你这样 小朋友你几岁啊 什么什么 十三岁 我觉得对你继续继续向上吧 对 哎呀 哎呀你很嚣张哦 哎这个出来会不会被人骂死哎 这段视频可能很多人没有看到过 现在我把它挖出来 希望大家前锋特工的微博骂死他 好不好 骂死你又 你又污蔑我 人家唱完以后什么都不说 向上吧啊 你又污蔑我这个是 前锋 前锋 这个是不是对选手的一种鼓励 前锋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你可以不承认 啊 那个时候你已经胖到跟现在完全两个样子 不是我要解释一下 我要解释一下 这个是我第一次做评委 评委有小五 有我有成员 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评委是要让选手在舞台上 尽量展现自己的才艺 要去要留不是我们一个人说的算了 王源还有王俊凯都参加过我的 还有易烊千玺 我记得王源在那个首选秀的时候 先去跳了一支舞 我说这个小孩能不能有更大的潜力要发走 所以我就让他唱了一首歌 不不不 因为当时我在现场这个时候我有发言权 还有易烊千玺 我刚跳完舞 我一段热舞跳完之后还在喘哈 还在喘 前方说来来一首慢歌我听一下 我说我说我说给你一个机会展示一下你的歌喉 然后我就觉得绝对拉不回来拉不回 肯定拉不回来 弄不回来了 死路一条死路死到难看 明明往上被人骂死 你加入口罩新人吧 真的躲起来以后 真的我就一定要把这个躲起来 哈哈哈 局长都救不了你了 大家 你以为还能扫 刚扫完垫 哈哈哈哈 后来到底前面有没有选他 没有选吗 所以你救了他一命啊 你选了他你就妨碍他了 你怎么 对啊 现在才能成为TFBOYS好吗 那还好遇到这种烂评委哈 哈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火星情报局对于我来讲 就是一个特别大的选秀 啊 真的吗 真的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面试半年了之后 在头开录音门的时候 是是是 才通知我说可以来 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来到现场 我记得我当时跟老薛 我说我特别紧张了 他说不要紧张 我们上台就玩起来 结果他也没有跟我玩 他跟前锋玩 我哪有 那个时候你在吗 你就带你玩 因为因为我们下来 我就跟老薛说了 薛说我离他有点远 我第一集没有说话 我看了一下大家 我说大家都很man 然后都很搞笑 我怎么样另辟蹊径 我加入了一点我的甜美 对 你就加入我吧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然后加入了一点甜美 加入了点自己东北的风格 因为我是来自东北的 然后我发现大家不怎么跳舞 我就站起来就是开始热舞 我就想留下来 然后后来说有广告歌 然后让我去写的时候 我当时想说好机会 机会来了 我就开始唱广告歌 我就每一集都 活性轻胖剧 就这样的 然后唱完了之后 就真的是留下来了一季 后来到了第二季 我想说完了又没梗了 我就开始学法语啊 学韩语啊 学英语啊 就各种展现自己 国外的一面 但是我说实话 我这一季每一季 我都很紧张 我的故事真的已经讲完了 我没有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了 我们的故事早就讲完了 就感觉身体被掏空 真的没有故事 我都已经被逼到副局长的位置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没有 没故事了 可以不讲话了 因为副局长分享故事比较少 我们是一样的 哇 哇 真的是 哈哈哈哈 你看那个人 你看那个人嚣不嚣张 你看那个样子 对 那个人满肚子故事 他刚开始有心计了 哎 一个人梗多是错 他最有心计了 哈哈哈哈 你们自己没梗 怪我有梗啊 嘿 经常我去那种化妆间 然后看到很多明星 我就很紧张 我给杨迪发微信 我说我好紧张啊 杨迪说 你上去跟他打招呼啊 哎 他去干嘛 他说 打招呼发生一点事 来火星讲啊 哈哈 你看看 我说他理你也是心计啊 我理你也是故事 发现在他身边说话的 我的生活就是这么多姿多彩啊 有些梗就是自然要 散发在我身上 还有前锋灯弓 最近赶紧找我喝酒 没有你的故事了 哈哈哈哈 不是又来了吗 淘汰TF voice 但是也有一种人 比如说像我这种 我当初参加选秀的时候 完全是误打误葬 在搞笑进去的 是我进的唯一的一个原因 就是可能我长得帅了 哈哈 真的啊 真的啊 他还接电话 你们如果当时有看过我视频的话 其实我真的是完全是在搞笑 而且那不是设计的梗 就是我在表演到一半有人打电话过来 一双迷人的眼睛 对不起 这是我的 这是谁 对不起 请请 他讲讲 真的讲 哦喂喂喂 我正在面试 但是那个反而给我加分了 但是啊 还是有一个硬伤在就是 我当时确实唱得很烂 而且我的写作也很烂 也就说句实话 其实我觉得我十年前的过期是应该的 为什么 我确实写得不好 我唱得不好 可是今天我再翻红的话 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因为我有进步了 你要在过程中让自己进步 也是很重要 没错 有道理 要进步 选秀的舞台是实现梦想的舞台 同时也是修正梦想的舞台 我人生其实有两个比赛 我真的记忆犹新 其中有一个那个比赛 第一名可以得到一千克黄金 哇 一千克是一公斤 当时那个活动就叫一笑迎千金 然后有一天我们各自对节目的时候 导演给我说 我们现场呢 有一个两米多高的大屏幕 我当时一想到 两米多高的大屏幕 我要演一个节目 就是自己和视频里面的自己互动 然后那一天放假 他们都去东方明珠玩了 我说你们去吧 我有点不舒服 我们一关 我演视频 我就在家里拍 狂拍狂剪 我最后真的就得了第一名 因为他们最后演的都是什么 搞笑舞蹈或者相声啊什么的 我一个人演了一个 莫名其妙的隔空吼叫魔术 我在视频里面还加了笑声声道 就像看我爱我家什么的时候 会有那个哈哈哈哈 罐头笑声嘛 对 罐头笑声 我演节目的时候 哪怕没有观众笑 里面笑得特别开心 有创意 有创意 我现在关心的就是 后来那一千克黄金 给你了吗 这个金条就是我参加 中国答案秀的起因 因为这个金条在上海 要去上海领 我那个时候没钱去上海 突然之间 有一个电视台给我打电话 他说你好 我们是那个东方卫视 中国答案秀 想请你来参加我们节目 我说东方卫视 请问你们是上海录制吗 我说对 好的好的 我可以来 我可以来 我只有一个要求 给我报销来回的机票 真的好人蹭啊 我当时就演了一个 莫名其妙的节目 你觉得你的人生都莫名其妙 那个节目太莫名其妙了 因为我莫名其妙戴了一顶假发 拿了四根发带 我就剪了四段音乐 我说我在现场 给大家卖一个发带 那就在现场卖一个发带吧 大家好 我是推薦员杨小姐 今天给大家卖的是情绪发带 黑色让人会忧伤 粉色让人喜洋洋 紫色让人心慌慌 蓝色是什么效果 我也很迷茫 卖东西讲究个轻力轻微 接下来一个个试给大家看 黑色让人